打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上課包包裝什麼 這個就是Konken的電腦包 我之前會買這個是因為看到Kelly分享 然後就覺得還蠻方便的 因為我很常回家 所以我每次回家都要提著一個電腦包 然後大包小包的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買了這個 那它的 它是有兩個拉鍊的 就是這邊還有一個可以放電腦的家稱 然後就是有比較加厚 可以保護電腦鍵 滿重的那種作用 那平常上課的話呢 大家 剛剛我的父親大人打給我 好 講到什麼 就是它有兩個拉鍊 就是兩個內袋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平常上課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前面放一些課本 鉛筆盒什麼的 然後後面這個放電腦的部分 因為我不會帶電腦去上課 除非有需要要討論報告什麼 我就是放手機還有錢包 這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然後要找也比較好找 因為只有這兩個東西在裡面 錢包之前有分享過了 有分享過文章 然後之前的What's in my bag 也有分享了 然後 手機想要跟你們分享 這手機殼 這是我 這個 它是綁木頭紋路的 手機殼 然後 這是我在成品賣的 好像七八百 欸八百多還七百多 我忘記了 然後它材質很特別 就是這樣壓這樣摸是軟軟的 我覺得它觸感非常的好 它很薄 所以 你不會說裝了殼 手機就變很大的感覺 然後 還有一點是 就是它有防撞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它好像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TREDI就是有一點點鬆 這樣拔它就下來了 它裡面是長這樣 就是 像 短絨毛霸那種感覺 嗯 放回來 我不知道品牌欸 因為 好像 它這邊是寫JTL 可是那個盒子被量丟掉了 所以 我不知道它的品牌是什麼 可能大家去成品逛的時候可以找找看這樣 然後它還有 深咖啡色 嗯 我當初原本也有想說深咖啡會不會比較那一張 但我就是一個淺色控 所以還是 還是選擇了這個 然後 我們來看 前面裝了什麼 對了 我的電腦包呢 我的電腦包我是買13吋的 13吋的大小 我覺得還蠻適合女生的 我158杯小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然後 它好像還有15吋 17吋 大家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去找 看前面 好 我今天已經下課了 所以我裡面課本 是明天要上的 是 文學課本 這是美國文學 很重 它其實已經是一半了 我的另一半在書櫃上 因為它原本是 欸 原本的封面呢 原本的封面是這種色 紅色的 然後 然後 因為太重了 每次都帶那麼厚 這麼厚一本的話 我覺得很累 所以 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 飲品店 把它裁成200 如果你也有原文書 或是什麼其他書 很厚很重的困擾 我覺得裁成一半還蠻方便的 只是 要帶對策 我之前有一次就上到一半 然後沒了 下課放在家 超麻煩的 文學課本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非常無謠的課本 字都非常的小 然後 又是一些讓我覺得 有點荒謬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文學的人 可能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 我們細創就還蠻多人 是很熱愛文學 欸 好像沒什麼 下一個是我的千里和 之前的 What's in my bag 也是這一個 就是在大創買的 才39塊的 單一路的千里和 我覺得 它的大小很剛好 容量 也很大 所以那時候就 惡化不復買了它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裡面的裝飾好 因為我包包好像也沒上什麼東西 就是 第一個 好 就這個 這個是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都會有 黃色的蠟筆 我通常都是 拿它來畫重點 從高中的時候開始的吧 我就變得比較喜歡用蠟筆 國中的時候都是用螢光筆 就是各種顏色都有 然後因為我已經用很久了 它這邊就有點斷掉 所以我就在裡面塞了 我朋友教我的 它就在裡面塞了一張紙 這裡 它就比較不會跑出來 或者是 跑掉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有效 然後第二個 這個 這個 快用完了 這個就是 做記號的 那種 標籤貼紙 就像 比如說這裡 我就有貼 這樣子在翻 重點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長 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 從國中用到現在的 不是從國中 就是我從國中 就是一直用這個品牌的 立刻大 一直用到現在 然後我記得以前高中的時候啊 都會一次買很多這個 補充的這個 但到了大學 我發現用量變超慢 國中的時候 國高中的時候 可能一個月 就要用掉一兩個吧 那大學 我到現在才用 這應該我目前換了第三個 還第二個而已 就是 可能比較少寫字了吧 我上課還是得認真的 不過大部分都用那個啦 鉛筆 自動鉛筆 所以可能就比較 一顆袋就比較少有出場的機會 好 下一個 這個 這個之前呢 日本戰利品 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 這是艾莉爾的 剪刀 超方便的吧 是我最喜歡的公主 這是艾莉爾 很可愛齁 然後下一個是 這是什麼的啊 這個應該大家共同回憶吧 還是現在的小朋友不用這個了 天啊我已經脫了你小朋友的生活了 就是 這是什麼牌子啊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它是什麼牌子耶 Mitsubishi 30 30是那個汽車30吧 好就是這個 然後這一隻是 黑色的 0.5的 我還有印象為什麼要買0.5 因為之前 高中的時候要考學測 又要考座 然後老師就會叫我們說 一定要用0.5的筆寫 因為 太細的話寫起來可能 不好看 改考學測的老師會 就是 覺得 看的比較累 然後可能會影響到 分數什麼的 所以我們老師都規定 一定要用0.5的筆寫 我印象那時候如果 我們好像是全校性的規定 如果你沒有用0.5以上的黑筆寫的話 好像是 會扣分 還是就零分耶 超可怕 然後 下一隻也是他們的 Mitsubishi 這一隻藍色了 這應該算是我用最多的筆吧 從以前就非常愛這個 我覺得 他們家的藍 是 就是我 無法找到其他品牌可以替代 像我之前買 那個 Muji的 就是無音良品的 我覺得那個藍太深了 有點像黑色 所以我不喜歡 我最後還是用 回歸用這一個 這個真的是 陪伴我很多歲月的筆耶 像 這個筆心 大家應該都會買吧 就是 補充的 以前真的是一次囤貨都要囤超多隻 可是現在 連藍筆 我都很久 到大學我好像才換過 第二次 就換過兩次筆心而已 真的是用量變超深的 再一個是紅筆 我的紅筆是買 無音良品的 這個 我覺得它這系列筆 還蠻滑順 蠻好寫的 可是 就是黑 就是有點太粗了 我覺得 因為它是0.5個 我比較喜歡 0.38的 然後下一支是 無音良品的 自動鉛筆 這個應該 韓國人也都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買他們 就覺得還蠻好寫 所以就買了 兩支 然後就一直用到現在 下一個是 好 也是自動鉛筆 就是 跟 剛剛這個 一模一樣的 自動鉛筆 我都會放個 兩三支自動鉛筆 備用 因為有時候你 筆心突然沒了 可能在考試 還是什麼的 你就會 來不及換筆心 所以我都會有 備用 我這個人 習慣一定要有 Claim B 或是一些 備用的東西 不然我就會覺得很不安心 像之前去考檢定啊 我叉子跟筆一定 筆一定都帶三支 叉子一定都帶兩個 就是很害怕很擔心 喔 又找到一支這個 原來我放了兩支在裡面 下一個是 就是 無音良品的 藍筆 無音良品的藍筆 我覺得 寫起來還是蠻好寫的 但是真的就是 太粗 然後顏色太深了 不是我的愛 所以很小用它 然後是這一支 終於對焦到了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牌子耶 可是應該很多人都知道這個 就是有 蓋子的筆 我還蠻喜歡這個的 有時候 你可能放在包包 還是什麼的 你會怕 必須畫到包包 這時候 有這個 我就會帶這個 有蓋子的筆 這樣就不用擔心 像有時候 如果有一些刻子 需要用到一支 鉛筆 跟小皮擦的話 我有時候比較懶惰 或者是帶小包包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帶這一支 然後再加一個橡皮擦 就好了 一個 這支筆 我都不知道我鉛筆盒裡面有放這個 我 這也是 無印良品的 無印良品的筆 然後 是那種 彩色品那種吧 我之前買了超級多的 有抽的顏色都在抽屜裡 可是我其實很少用 我覺得沒有到很好用 下一個是這個 這兩支超可愛 這兩支是不是超可愛 這筆是你的 是我上一次去日本短期遊學的時候買的 然後 兩支都是黑色的 0.38 而且它超好寫的 那個黑非常的美 嗯 寫給你們看 我剛剛寫起來很順 然後又細細的 我很喜歡 我不喜歡太粗的筆 下一個是叉子 死的聲音 想叉子是 這兩個 嗯 我鉛筆盒一定都會放兩個叉子 因為有時候叉子就會 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消失了 你怎麼找也找不到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備用的 那我通常都是喜歡用這個牌子的 從小用到大的牌子 覺得它很好擦 也擦得很乾淨 這個是一個德國的品牌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買非常久了 可是我覺得 沒有很好擦 就是 有時候擦鉛筆的時候 它就會 整個黑的 蓋在那邊 就是會暈開 然後擦不掉 真的 那個紙就會變得很髒 課本就會毀掉 我可能受不了課本髒髒的 然後 是筆心 筆心的話呢 我也是一直都是用這個牌子 這是什麼牌子啊 Can't tell嗎 我都是用 3B的這個 色號嗎 我知道很多人好像是用2B 可是因為我寫字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重 所以有時候2B我就會覺得 怕太淺 畫卡什麼會太淺 所以我覺得用3B 輕輕的話就蠻黑的 就覺得還蠻棒的 也不用說怕會畫卡的時候畫不夠深 還是怎麼樣 而且我以前很喜歡畫畫 所以 我覺得用3B畫出來的圖比較好看 雖然說如果有時候 摸到那個你畫的圖 整個手就會變黑色的 下一個是尺 非常有歷史的尺 那隻尺應該是 我在文具店 剛好晃到是白色的 我就隨便買了一隻 它現在裡面非常 有點噁心 髒髒的 它陪我很久欸 好像是從高中還是國中我就用它了 不過現在大學也比較少用吃 然後最後一個是這個 美工刀 我覺得美工刀很重要欸 因為常常 大學好像還好 可是國高中的時候 我非常容易需要美工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可能要 那個 切 不切獎益啦 就是把獎益分成兩半 或者是 呃 要 做個勞做吧 什麼的 反正美工刀我就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都會放個美工刀在裡面 好 鉛筆盒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包包裡面的 這一個夾層呢 我 什麼都沒放的樣子 欸有有有 我放了一個 那個 行動電源而已 就是我爸爸買給我的 行動電源 可是我非常的少用 我覺得 i6的 序列力還蠻好的 所以 用一整天 一直用 使用 也大概 回來都還可以有 四五十 percent 所以 還蠻不需要 行動電源的 就是以被不時之去都會放 然後前面的這個小夾層呢 一定要放這個 蚊子咬的時候 然後要擦的 然後還有 它其實 我覺得也有一點防蚊的效果 因為 你擦的時候會涼涼的 然後蚊子就比較不會過來 之前就山上有實驗過 就是我先擦這個 蚊子真的都沒有叮我 然後 Beyond和媽媽和妹妹 就覺得好像有蚊子 已經是在他們腳邊 所以我就拿這個給他們擦 擦完之後 他們也覺得好像蚊子就不見了 然後它裡面呢 頭是長這樣 是這種刺刺的頭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 會蠻舒服的 有一種抓癢的效果 然後它很涼 它是我 從以前用到現在 覺得最好用的蚊子藥 上次我去日本買了那兩瓶金的 我就覺得 沒有那麼好用 好 然後咧 然後是這個 我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放這個在裡面 好像是 之前 啊 上次跟李洋去台北玩的時候 我們做的飯店 裡面 的那個 food 然後我可能就想說 我應該會用到吧 所以我就把它放進來了 好 下一個是 喔 我今天還放了這個 這個是 保養品的試用包 好像是因為 之前有時候會去 住李洋那邊 然後我不想帶 太多保養品 我就會 我就會 帶個試用包 一次 一兩次就把它用完這樣 我覺得 試用包真的很適合旅行的時候用 好 下一個 下一個是護唇膏 這是愛杜莎的護唇膏 他們家的護唇膏 我一直都非常喜歡 也跟大家推薦過很多次 然後這一支的話 是非常非常黏的 它 保濕度很高 它很黏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太黏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這一支很 不太適合你 不是 我在講說 不太適合你 然後 我是還蠻喜歡很滋潤的東西 所以這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不過也沒有到非常喜歡這一支 我比較喜歡他們 盪狀的 下一個 下一個是 欸 怎麼變少了 流出來了嗎 沒有 這一個是 髒腦 好像是檜木的精油吧 就是 也是防蚊用 因為我真的很怕蚊子 所以我夏天都是穿 長褲子的 證明給你們看 今天也是穿長褲 然後這件破褲 我很喜歡 它非常的修身 是前幾天買的 但是它好像是沒有骨牌 那種我在一個小店裡面買的 然後 對這個就是 滾珠的那種 喔 好吃 哇 流出來了 它破掉了耶 上面有點破掉了 它是滾珠的 然後 蠻香的我覺得 怎麼會破掉咧 是上次去307的時候買的 然後 下一個 可以 全部拿出來好了 喔 這個 也是之前 What's in my bag裡面的 防狼噴霧 喔 也是 好緊 被我截鐵了 等一下 噴 好怕我噴到自己喔 這樣 對 好 好 沒事 就是 它是噴頭式的 噴頭設計的 然後我覺得很酷的是 外型是 所以 還滿方便攜帶的 這個是我姑姑在美國買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台灣有沒有用耶 可能有類似的產品吧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 我前幾天剛分享文章給大家的 L'Oreal的 什麼精華唇膏的 它真的很棒 我一開始 片頭 就是影片開頭 擦了也是這一款的 紅色 我擦的是紅色 然後我隨身攜帶的是 玫瑰粉 它真的很美 而且很適合你不要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文章 那個連結我會放在上面 資訊欄 然後下一個是隨身碟 隨身碟也是 就是 陪伴我很久的 也是從國中還是高中開始用 好啦 以上就是 我的 上課包包裝的東西 因為我平常其實比較喜歡 再帶一個小包 然後再帶一個 大袋子 裝課門什麼的 可是因為 這次我把我的 平常上課會背的小包放在家 我只帶了我的 Pranza Schooler 上來 所以上課我比較不會帶 比較貴的包包上課 所以我都會變成 全部都養來這個 背包 喔好痛喔 撞到 好痛 然後背包旁邊我還有放水 忘記說了 然後 一個 雨傘 它也可以遮陽 對 夏天大家要好好做防曬 我覺得 撐傘 還有穿外套 真的是 可以有效防曬的 真的比較不會變黑 大家可以試試看 雖然很熱 好 雖然快要期末考月了 就是我們大概要考一個月 才會考完 但我真的很不想念書 我還不想準備我oral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還是來錄個影片好了 好 我真的好費喔 好了 晚上又來開始 很瘋狂的準備 查資料寫廣告 拜拜 就這樣囉 希望你們喜歡 拜拜 大家期末考加油 拜拜 拜拜 換第八件 換第八件 第八件 就是要謝謝你對我很有耐心 因為我是一個很急躁的人 我是 就是我算是很急躁又很完美主義 所以我有時候做事情就是會 比較容易 等一下 等一下